OLIA JUNGLE TADAAA HELLO 今天呢三分鐘出香蕉船 然後呢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呢我們需要香蕉 我們要大香蕉 香蕉都是用手開的 不是用筷子開的 好首先我們今天的香蕉船 我們的主角已經出現了 就是這一根 第一步驟 去皮 OK嗎去皮 沒問題去皮 我覺得你在看得到嗎 可以 專業的去皮捏 OK現在呢我們已經去皮了 那我們首先要把什麼 我們的香蕉呢去半 去半 去半 對去一半 那怎麼去一半呢 從中間剖一半 從中間剖一半 沒錯 它斷了 我們已經去完這個 我們已經把香蕉切完了 我們直接上擺盤好了 其實這個香蕉船呢是非常簡單 所以大家在家裡呢 只要有這個香蕉就可以做了啦 好我們的主體已經做完了 就是香蕉 OK 第二個主角就是我們的 桂冠湯圓 WOW 你看 那首先呢我們現在就要煮湯圓啦 好不好 所以首先呢先加水 水在哪裡呢 這個絕對不會好吃 一定超難吃 一定超難吃 OK 這個水呢我們要用來煮湯圓 OK 好現在我們靜待五分鐘把水喔 等它煮熟 你 你最好聽得到 最好聽得到 水有沒有煮鬼用耳朵聽的 我們現在五分鐘 那我們就把鏡頭轉到水滾了 現在呢我們的水已經這個 燒開了 這個口味是屬於這個芝麻 所以呢等一下呈現出來 跟香蕉顏色是非常 OK的 NICE 怎麼會用雞蛋的聲音呢 冷凍的冷凍的 好現在呢我們就是要等這個 湯圓呢 煮滾 我們就可以上到我們的這個 香蕉船上面 那我們就等一下見 咻 好我們現在我們的這個 湯圓已經煮滾了 好其實這香蕉船呢 上面有很多的料理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放上去的料理就是 冰淇淋 現在呢我們要把這個 小美冰淇淋呢 放上我們的 香蕉船上面 那因為我們家裡沒有這個 冰淇淋的湯匙 所以我們只好用一般的湯匙 所以賣相呢 會有一點點不好看 就跟主廚一樣不好看 好現在我們就要把這個 這個湯圓煮熟的湯圓呢 放上來啦 OK現在湯圓呢 OK現在湯圓已經放上去了 就接續 然後就已經到了 快到我們這個 做菜的尾聲啦 那我們最後就加上 一些些的點綴 好那我們點綴的方式就是 就是採用這個 玉米的這個 玉米碎片 嗯 那我們就撒上一些 玉米的碎片好了 所以 最後一個點 這裡就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 風糖啊 我們就起一點點風糖 上去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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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講一下 就試試看 你只要有個湯圓 有個香蕉 有一個麥片 就是可以啦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 分享 然後還有給我一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